在过程中 我听说是用一些做运动的指令 例如大关斗 平衡木、安马 或者那类运动的动作 过程中的治疗是如何发生的 原来他是自闭症的 大家明白自闭症的小孩 他不太懂得和人应对 你跟他说早晨不知怎样 他也很困扰 在过程中是令他懂得应对 还是改善了他的社交能力 还是容易明白身边的东西和互动 首先一位新的小孩来接受我的治疗时 首先我要观察到他的反应 他是属于哪一类型 例如自闭症和妥悦症 通常这些小孩的问题是 他会选择性去听语言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他们的身体协调 即是他们的感觉统合问题 有这些问题 其次是他们的服从性 既然之前我曾经说过 是选择性去听语言 当我经过了这个观察之后 短时间观察之后 我看了什么问题的时候 而作出配合到他需要的治疗 去下药 例如他做了一段时间 例如过了不同症状的小孩 他跟你的指示出来做运动 或者做你指示他的一些工作 或者活动 当然身体会好 我相信他多了运动 以及是一个锻炼 还有什么方面之外 你见到他有提升或者改善 当他与你之间有一个互动的时候 比如他收到你的讯息的时候 他就会做你需要做的事 同时通过了运动之后 加强了他的身体的感觉 令到他对自己的身体认知度提高了 加上反应 因为在我上课里面 我会用声音 例如大声小声的表情 令到他知道了我想去做什么 以及在某个情况 视乎小朋友不同的时候 我会推动他 例如说快点 做好点 起床快点回来 令到他那个专注的时间 是长了 去听你说话 加上就是说最重要的是爱心 让他觉得你是在帮助他 以及鼓励 他们慢慢就会知道他可以做到很多事 当他提高了能力的时候 他就很自然地各方面就会有改善 人的脑也很神奇 有时候我们说学习 学习 我们学习 听完之后就会叻叻了 或者我们学习了打关斗 或者是单脚跳 这就会令到脑部发展 就会带来另外一些双关联 或者完全在动作没有关联的提升 或者改善 应该就是说 当他通过运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 身体会产生一种多巴胺 那种多巴胺会令到人兴奋 这就是一种传书的作用 当他大量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那小朋友传书快了时 他会反映之后会更快